有人用了我的单位去骗钱 有些人会拿你的地址 然后copy 做个spam 然后骗人钱 你看到有一个是没有照片 我们弹个post 出来吧 Station Square 是这几栋东西 你看 多漂亮 在Metro Town 旁边 会不会租955元给你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丹利 欢迎收看KOL 各位网友好 先学一下萧生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一条影片 就已经看过上一条影片 上一条影片讲到业主与租客的老交战 在整个租务的过程中 逐点分析一下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其实在我放这个单位的期间 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亦都见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而今次在这一集的内容里面 我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遇过的五个奇怪的potential 租客 还有有人用了我的单位去骗钱 骗钱的经过就是 我把我这个单位的所有资料 相片的内容全部放上去 比如Kijiji 放上这个网站上 等一些potential的租客 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然后我的agent 那Joey突然有一天 电话到 然后她说 为什么你们放租放得这么便宜 我看到你有个post 我拗了头 我什么时候有做过 我是不是打错了 打错了就麻烦了 那立刻上网看 没有啊 是1700多的 然后她说 不是啊 我看到有啊 然后我说你分享一下 那些人呢 会拿你的地址 然后copy 做个spam 然后骗人钱的 所以如果这个post 不是你们 你记得report 很多这些spam 好像昨天又有800元 我爸爸先看了 Ashley 他说突然间 为什么Stanley哥 900元800元这么便宜 是拿你的地址 之后那些人呢 就见到屋子这么便宜 之后呢 就massive 那个骗人的人 然后呢 就收钱 又说什么 我见不到你本人 我没得看楼 然后很多时候被骗钱 就是这样 所以 好像有得report 不会的 这些很common 应该是有一帮人 集团在那里 搞这些东西 我一卡在铁铁里 咦 为什么所有的相片 连地址 连里面的内容 全部一模一样的呢 明明开这个post的人 不是我来的 但是所有的地址 连我单位的相片 全部是一模一样的 接着Joy又跟我说 其实这些事是经常性发生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小心 一定要看清楚 不要贪便宜 因为这些公开的网站 其实它很容易就可以 可以下载你所有的相片 以及可以copy and paste 你所有的资料 接着它另外 再开了一个post 开了一个post之后 其实就骗人钱 怎么骗人钱呢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租务过程当中 业主需要到现场就 比如介绍一下 或者是给租客 看看单位 但是怎么骗人呢 其实他们是没有所事的 如果刚巧遇上一些 很心急的租客 又想找楼 但见到这么便宜 很便宜 如果刚巧遇到一些 很心急的租客 他又见到这么便宜 又见到这么便宜 又见到这么便宜 当然很想租 他就会按照他的指示 就要入钱到他的户口里面 当然这个租客一心想着 将会收到锁匙 结果隔了一段时间 又没有 又联络不到这个业主 但钱也入了给他 然后他才发现 原来这个是假单位 或者是假业主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小心 千万不要相信一些业主 就说我现在是out town 我就会寄一条锁匙给你 这些十个 十个都是骗你的 现在就来到crushlist的网站 这个网站最主要就是 放租和找租盘的 一个最好的网站之一 我特意按了955元以下 看看有什么单位 你见到有些就写着 690元一房单位for rent 但是没有照片 这些就要很小心 你见到有些675元一房单位 在upper floor 这些可能是真的 要找rommate 可能真的会有也不奇怪 但是你们就要很小心 而这里我发现了 刚才有人有post了一些东西 就说这一堆的post 全部都是假的 都忍不住了 要公诸于世 这些post我没见过 会这样 他就说 这里有人post了 一房单位condo 在mattro town995元 是没可能这么便宜的 那我们不如去看看这个单位 是什么 那这里就来到这里 你见到有一个是没有照片 我们弹个post 没有任何的照片 你首先见到 就说955元 mattro town station square 一房 那租呢 就955元 那他骗你了 就要你呢 给钱 他就说他会寄一条铰匙给你 类似这样去骗你 那我相信呢 是真的会有人上当的 而我上次的post 也是这样被人copy and paste 去拿了我的post 去骗人钱的 接着大家看看 这个station square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station square 是这几栋东西 你看 多漂亮 在mattro town旁边 会不会租955元给你呢 但事实上是会骗到很多人的 所以大家在这些post 一定要很小心地选择 接着我就是想分享一下 在我整个租务的过程当中 我遇到其中五个 很奇怪的租客的经历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第一个其实也不是很奇怪 只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的过案 一个地产经纪 其实我听到地产经纪 我其实也很怯怯的 因为我不是很熟悉的 我怕他吃着我 但是上到来 其实他很nice 任何东西都很好 第一时间他就会准时 其实早到五分钟 可能他本身是地产经纪 他是西人来的 但是他说话的谈吐全部很友善 很亲民 很nice 很懂得说话 表达到很有意诚 首先我带他上去 看完单位 其实他看得很快 其实很欣赏租客的 够爽快 什么都无拘无束 没有什么投诉 之类的 然后他看完之后就说 没问题 我想租 然后我们就说 那我们也要做一个credit check 他说你放心 我有间公司 我间公司就在对面马路 事实上他家公司真的在对面 而里面有个大电视 大电视里面播的radio 是有他的样子在 所以我相信 这家公司正正是他家公司 但是对于我一个 这么新的业主来说 有没有经验 当然要做一下credit check 但是一做credit check 他就告诉我 他有10万元工一年 有证明 有了税单 但是当我做完credit check 之后 你有10万元年生一年 但是 他有三张卡 三张卡都爆了 那我怎么租给你呢 结果我决定了不租给他 但其实他所有事情的表现都非常好 今次整个看楼过程当中 他就带了他的女儿上来 因为其实他和他的太太 就是前太太 就已经离婚了 他一力就要照顾这个小朋友 大概好像十岁 他也真的很疼这个女儿 因为其实在Facebook等等 都会看到有他们的片段 都真的很好 其实我真的很想租给他 只不过 一面对到credit check 之后 我就决定了不租 其实我是很希望租给他 但是没办法 这个就是我第一个租客的故事 好了 接着就说到第二个potential租客 就是这个拖车公司老板 和这个名牌诊所助理 是的 这一对呢 都是年轻人和年轻女儿 就说要出来找一些私人的空间 不想再在家里住了 就因为太多人了 就想搬出来 其实我们这些单位就很适合他们 而这个男孩呢 其实他的公司正正就是Coculum 其实都在附近而已 他专门做什么呢 就是做拖车服务的 接着他就收入没有给我看 但是他就收了一个 他自己check account check account 他就说我有很多钱的 我心想 那多少钱呢 原来是两万五元加字 原来两万五元加字 已经很多钱 其实我明白的 在这个加拿大来说 其实你说 是不是个个都有这么多钱 可以放在这个户口呢 不是的 其实穷的人真的很多 整个看楼的过程当中 他就带了他的女朋友上来 他的女朋友 身得挺标志的 是真是美女 还要背着一个名牌袋 狮子头那只 就想着 应该OK的 这对应该收入也不错 应该经济也不错 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都很友善 全部都说没问题 没问题 当然我们就要问他们 拿回收入的证明 他男朋友 只是给了个check account 我看 他自己已经做了credit check 用个apps去做 免费的apps 所以有很多东西 就未必是准确 然后他女朋友 又传了他的收入证明 他的收入证明 是半年前的 我们就问他 为什么是半年前的呢 他就说他做诊所助理 现在因为我们要搬屋 所以暂停不做 没有上班 但对于我这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业主来说 其实很害怕 咦?又是没有收入证明的呢? 接着我就问他 不如这样吧 你传你的税单给我们看看 接着呢 他就回回SMS 我觉得我给你这些资料 我令我很不舒服 他就说我们问他拿这些资料 就令他觉得很不舒服 他觉得不应该要给我 而且他觉得这些是私隐 他说已经给我们 他赚多少钱了 但你不给资料我 我很难相信你 我们决定就完全不follow 当然他也没有租到 但如果他肯租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考虑不租给他 而第三个得意的个案 就是一个囂张中佬 加一个鸣春旅友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其实我没有贬义 但我相信他就不是本地人 我想他其实也是像我们 就是其他国家移民过来的 但是都是说英文 一来到就很串串共 一来就迟到 迟到多久呢? 那 例如我约他下午三点钟左右 那三点十五分 他都没来 一个电话都没有 一个message都没有 那结果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 请问你在哪里? 你今天是不是约了我 三点钟? 是不是我搞错了时间? 然后他就回回个message 不好意思啊 是啊 我今天就很赶 所以我们就现在来的了 那我们就三点半 我们会来的了 OK 那半个钟 OK 其实我隐扬一下 等他半个钟 三点半 三点半 三点半又没来的呢? 好 给他多五分钟 那三点三十五分呢? 我再发个message给他 我说 咦? 你不是约了三点半 你不是三点半会来的吗? 他说 我们现在仍是on the way OK 没问题 那结果呢 他是三点四十五分 那就是什么呢? 整整的过程当中呢 我在大堂那里等了他四十五分钟 我只是这一样东西 其实我已经不是很想租给他 好了 三点四十五分呢? 终于来到了 那我们就带他上去看这个单位 那当然我们仍然很善意 很礼貌 很友善地和他沟通 那当然呢 他就进厨房看 进厅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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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就皱了眉头 接着就说 有什么得便宜? 啊 其实呢 现在市面上 很多个单位被我选择的 你看啊 你看啊 立刻拿着电话 你看啊 我还有几个schedule 我呢一会儿还会看看第二个单位 如果你便宜给我我会考虑一下 对啊 这个单位来说 你这里已经五年了 都不是新楼 会不会便宜一点呢? 那一会儿我出去看这个单位 它是North Road 又好像方便一点 还有人家的gym也比较好一点 别人那里又和你同一个价钱 你有没有便宜一点? 要不然我就不会考虑了 接着呢 我们就说 你先将一些资料 先传给我们 等我们作出一些审查 审查完之后 我看会不会做租金上的调整 接着他就说 其实我份职业非常之好 是我在大学里面 就做一些admin的工作 是工作非常稳定的 我做IT的 其实外面也有很多人 牵着租给我的 接着我心想 既然你牵着租给你的 那你不要租我了 那当然 表现上 我们是非常友善 啊 是啊 是啊 ok ok 好啊 那我先传给你 其实我心想 你都不会传给我 不如早点走 而第四个个案 就是这个自顾IT仔 加这个假诚意老婆 其实是ok的 我相信它好像是印度人 是一对年轻的夫妇 这个自顾IT仔 收入是ok的 都差不多八万家子一年 那你说交千多元租 其实是足以交完之下是没问题的 而她的太太也没工作 但这也不是重点 在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在沟通也非常之 nice 而且差不多拿一把尺就已经量了 就说 这里我们就放书桌 这里我就放一张床 这里就放梳化 因为她是自顾的 那她就说 她经常性都会在家里工作 那她们现在是租住的 那现在就想升级 就想找一个单位 就住得舒服一点 空间感又会好一点 那她在这里说到很有兴趣 那她太太就直接 很有诚意 直接想说到想搬进来 然后我们就说 不如这样吧 我们给你一张 form 她说没问题 没问题 我尽快就会传给你了 但结果 我们传了一张 form 给她之后 是完全没有音讯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很多很多个案上到来 都是表现到非常之有诚意 其实这件事 是应该要这么做的 老老实实 但我们的期望 就是想着 咦? 难道这个真的有机 没问题 想着很快就租得出 但一次 两次 三次 到五次六次之后 无论你多有诚意 都好 你未收到的资料 你就不要想着她真的会租 就算你收到的资料 也不一定会租 所以大家都要管理好你的期望 你的预期感 千万不要对这些东西太大的期望 真的到最后一刻 大家浪费了一个contract 才放下你的心头大石 而第五个个案 不是什么特别之处 只是一个极速的看楼子弟戀 我感觉上是 可能不是 但这位女士 就是本地的西人 不知道是不是 在这里生活的 尤其是那些鬼妹 很容易老的感觉 而另一个 就是华人的样子 但完全是CBC 即是小声英文的 他们的特别之处 就是上来看楼子 只需要一分钟 一分钟时间 可以看完整个厨房 洗手间 睡房 只需要一分钟时间 极速 非常有效率 当然了 我们就说 把资料给你们 填上一张 form 给我们收入证明 可以进行下一步 当然一去就没有回头 其实还有第六个个案 第六个个案 就是我现在的租客 我现在的租客是做technician的 其实他一个人租的 但你看到他就是乖乖的 可能我看错了 但他的收入又稳定 工作又稳定 其实我三个星期就租出去 已经满足我的预期 其实我预计了三个月时间 才租出去 结果三个星期就租出去 我觉得已经非常幸运 但整整这三个星期的过程当中 我和史太真的苦不堪言 很苦老 因为每一次有人有兴趣想看 你又要到现场 就要开门给他看 又要讲解 又要搞一些交易 又要传 SMS WhatsApp 又要互相沟通 是很繁复的 很头痛的 如果下次给我怎么办 我可能真的会找Agent 帮我搞得不出奇 但在这整整三个星期当中 其实都见过十几个租客 在这十几个租客当中 你又会发现到一件事 在加拿大找食 真的都挺难的 而他们的人工都不是很高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当然有人跟我说 他说你的单位 都是一房一钉 当然找到钱的人 就未必会租你的单位 事实上是 但在这十几个potential客 当中 你会发现到 咦? 不是本地人找钱 特别高一点吗? 但我看来看去 其实 租一个一房一钉 单位的 potential 租客 他们本地人 说英文的 他们的收入 都是大概 18至23 三元不等 是差不多的 然后一想起 咦? 原来这叫 稳定收入 高薪厚职? 不是吧? 难怪在加拿大生活这么艰难 所以你说 是不是本地人 找钱特别多呢? 我相信是的 但你也要看看 什么的职业 有很多的职业 其实和我们找 都是差不多的 好了 今天小小的分享 到这里为止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like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这一类型的节目 即是一些分享形式的 即是只说 我不知道 通常我经常出去拍摄 但最近又下雨 又开始冬天了 天气又不好 外面有COVID 尽量不要出去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这一类型的分享 无论你喜欢 还是不喜欢 希望你留言 留言告诉我 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 就是这样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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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